或起钓鱼 很多人都喜欢钓鱼 喜欢享受当鱼上钩时的快感 和将鱼拉出水面的喜悦 然而这些锤钓者 从来就没有想过鱼的感受 哈哈 有了 上钩了 林先生特别喜欢钓鱼 有些人认为锤钓乐趣胜过钓到鱼 但他钓鱼的目的不是享受乐趣 而是要钓到鱼的 所以林先生每次都钓很多鱼回家的 哟 小林 你又去钓鱼了吗 是啊 我今天大丰收哦 嘿嘿嘿 等一下 我拿几条鱼 给你回去煮汤 味道一定很棒的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杨妈妈 你看我今天又钓到不少鱼的 哎呀 小林啊 你怎么又钓了这么多鱼啊 杨妈妈 我钓鱼的技术越来越厉害了 每次都可以钓到很多鱼 杨妈妈 我选几条大的给你 让你回去煮汤 不用 不用 小林啊 以后你别再钓鱼了 你想想 被钓子勾住嘴巴 一定很痛的 杨妈妈 你想太多了 它们是鱼耶 鱼也会痛啊 鱼也是有生命的 你如此伤害它们 可是会遭到报应的 杨妈妈 您真是启人忧天啊 还遭报应呢 现在谁开心什么报应啊 然而过没多久 林先生在外出途中发生车祸 说也奇怪 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没有受伤 可是脸部的伤势却非常严重 他的鼻梁塌陷 舌根严重损伤 上颚的骨头也碎了 喉咙切开 进行插管 嘴唇也裂开 真是惨不忍睹啊 鼻梁 上颚 舌头 嘴唇 林先生受伤的部位 正好是鱼钩勾住鱼的部位 林先生对鱼的酷刑 如今都反映到他自己的身上 林先生的遭遇并没有引起其他钓友的注意 他的钓友们组了一个钓鱼队 每逢假日 钓鱼队的成员们就会相约去钓鱼 然而这只钓鱼队的成员们在短短几年间 便纷纷退出或相继去世 陈先生 钓鱼队里的壮汉 每天早晨都会锻炼身体 遇到假日就和大家一起去钓鱼 然而 身强体壮的陈先生 突然得了口腔癌 口腔内的癌细胞腐烂 穿透了脸颊 不断地流着浓水 此时此刻 陈先生感受到 当鱼钩刺入鱼时 鱼心中的痛苦和害怕 当初为了自己短暂的快乐 而加注在鱼身上的痛苦 今天竟然回到了自己身上 唉 这真是报应啊 我发誓以后 再也不钓鱼了 刘先生 钓鱼队成员 他在池塘边钓鱼时 以为有鱼上钩 猛然一甩钓竿 结果 带水的钓线 碰到了路边的高压线 当场遭电击身亡 在钓鱼队里 蔡先生和庄先生是很好的朋友 有时 他们俩会相约一起去钓鱼 墙的另一边就是池塘了 那里的鱼又大又肥 我们从这里爬过去吧 这样比较快 好啊 那我先来吧 嘿 这里的水很清澈 一定有很多鱼 没想到那是面威强 一下子塌了下来 把庄先生埋在了瓦砾堆里 蔡先生急忙用手挖开倒下的砖头 小庄 小庄 你怎么样了 你说话呀 小庄 小庄 当蔡先生将昏迷不醒的庄先生 从瓦砾堆里救出来时 他的双手也受伤了 两人一起住进了医院 伤者嘴唇内侧 有个很大的伤口 必须缝合才可以 嗯 我都准备好了 开始吧 哇 这么大的针啊 刺下去一定很痛的 我简直就像一只被鱼钩钩住的鱼 鱼被钩钩住的时候 应该也是这么痛苦吧 我过去真是不应该钓鱼的 从此以后 庄先生发誓再也不钓鱼了 而蔡先生双手严重擦伤 好长一段时间无法活动自如 自然也没办法再使用钓杆 蔡先生也因此放弃钓鱼 离开了钓鱼队 田先生 年轻时就喜欢钓鱼 退休后 更是天天在池塘边垂钓 有一天 田先生钓鱼的时候 不小心滑了一浆 跌落池塘里 救命啊救命啊 哎呀不好了 有人掉进水里了 快救人呐 他还有呼吸 快快叫救护车 哎 病人不行了 钓鱼其实是一种杀戮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鱼的痛苦之上 这种做法难道不会遭受报应吗 鱼虽是低等生物 但也有感觉 也和人一样都希望存活下去的 上天有好生之德 以钓鱼为乐 任意伤害鱼的生命 会天理难容啊